其實是當時的基本功 為什麼呢? 因為它多數是練四平和子英話的練習 這個功字 功的意思就像一個英文字母的block H 第一條線和中間的書畫 第二條線的破壞手 整圖結構是這個功字 所以學功夫也不分聖略連齡的問題 就是你肯不肯練習 你會用走旗輪步 通常在母師寺也同時有關係 就是這個功夫 後邊 這個是殘雞腳 二龍珍珠 很多吉祥都四平之英馬 所以當時應該是基本功 這個時間的問題 我們去旅行 下了第二條線位 第二條線位 我們叫做破壞手 膚寺 謝謝大家